张华县长王惠美 八日在县府民政处长赖志富 张华县军人服务站长魏志明等人陪同下 到花坛大村秀水等教育召集住点 慰绕张华县后备指挥部 第三梯次后备军人教兆训练的弟兄 那里面的教兆又有分为一天五天七天跟十四天 那我们第三梯次的教兆是属于五天的 那就期许我们的子弟们都能够在这边复习 我们过去在军中所学到的一些技巧 那这个已做最坏的一个打算 那在这边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子弟们 他们放下他的工作家庭的一个部分 来到这边参加我们的一个教兆 那也要谢谢我们梁董事长特别 还捐赠了20万作为我们这一提次的一个加菜金 那在这里显现我们军民同心 一条心一起为国 感谢提供场地的各位这个学校 以及我们这个公庙 张华县这次的教育召集 我们秀水湘除了有八位 这么单地的子弟们之外 其余都是来自我们张华县的各位弟兄 还希望这次的教育召集 这五天我们将来平安顺利 这是战备 战备真的就是要加强训练 除了训练让他熟能生巧 那单兵是每个男人应该负起的责任跟义务 现在甚至也有女兵 那这个是全民 我们讲要让每一个年轻人 有这个责任扛起来全民接兵 112年度教育有四个梯次 共有2480名张华子弟兵接受召集 王惠美县长感谢后辈弟兄们 暂时放下工作及家庭接受召集 用行动支持国家政策 一起为守护家园努力 他更感谢秀玉企业董事长梁徽斌 捐赠20万元加菜金 为教育人员补充营养 居民一条心 县府将会全力建设美好张华幸福城市 做后辈弟兄们 最坚实的后盾 公益频道张华允 花坛大村秀水采访报道